捲起袖子打疫苗 提升保護力幾乎已經是全民共識 不過還是有民眾心怕怕 像是有些癌症病友就很想知道 自己到底適不適合打疫苗 趕緊向醫師來諮詢 那醫生也是跟我們一個 很確定的就是說 我們治療當中什麼時間可以打 什麼時間不能打 那這樣就可以比較穩定的心情 跟醫師諮詢之後 我覺得我們還是鼓勵 癌症患者能夠施打疫苗 因為施打疫苗 並不會因為癌症 增加它的服務作用 鼓勵癌尤達疫苗醫師表示 因為癌症患者是新冠肺炎 病發症高危險群 有些觀察性的研究發現說 在這群病患有接受化療 甚至手術免疫療法等等 這些治療之後 再去接受疫苗的情況 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的保護力 而且還不錯的情形 當然效果會比健康的人來說 稍微差一些些 但是還是可以提供 一定的保護程度 接種疫苗提升保護力力大於必 不過醫師也提醒 每一位癌症患者療程不太一樣 打疫苗前還是要先跟醫師討論 施打時機才更有保障 另外是台北台中 總和報導 感谢观看